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篇文章来为大家导读的文章是 曼南测光公式第三篇 那前两篇 因为这已经是第三篇了 换句话说前面有两篇 你应该先去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看前两篇直接来看第三篇 我不肯保证你能够看得懂 但是如果可以先看前两篇 好那就直接来往下来看 好那我们来延续 第二篇流效的问题是 为何测光公式会测不准 前面有说到前面的结论是 你必须要在根据不同的场景 选择正确的 测光公式得出来的建议值 就会比较接近现场看到的 接下来说我们要继续往下谈 为什么测光公式会测不准 我们来回到说明书讲的 背光主体是 的是什么 来看说明书哦 这是Canon 760D的中文说明书 它说局部测光 或者是全温式测光 里面都有一句话 四个字不是一句话 就是说背光主体 一同样实用 或者是在局部测光讲的 因背光而在周围产生 比较明亮的情况下 这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背光的主体 我其实先讲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说明书 我觉得写的不是 我觉得这个用词 讲的不是很好 我觉得背光的主体 这个主体就是照片中的人 他背对光线 所以他在讲说这个叫做背光的主体 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 是这么讲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摄影上在讲 光线的角度都是以我们摄影师为主 为中心 顺光就 就是太阳的光线 跟我们视线的方向是一致的 讲白一点就是太阳在我们背后 这个叫顺光 逆光的意思是 视线的方向跟光线的方向 刚好是相反的 讲白话一点就是照光 太阳在我们眼前 所以说这张照片就叫是 在说明书里面叫做背光的主体 但是呢在摄影上面 我们讲这个叫做逆光 所以说很多初学者对于 背光跟逆光可能都搞不好清楚 我这边稍微再延伸再说明一下 但是说明书这边讲的 背光的主体其实就是 太阳在我们拍照主角的后面 这种情况其实就叫做背光主体 也就是我们讲的逆光 所以说呢 面对到这种逆光的主角 你要小心 只要是 通常我不是讲逆光 有时候初学者可能会一时间脑道会有点卡住 但是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 如果太阳出现在照片里面 你就要小心就对了 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点 只要太阳出现在照片里面 你就要小心 这个就叫做我们讲逆光 所以说面对到这种场合 只要照片中里面有太阳 你就要小心 这样子的 有太阳在照片中的场合 很容易把测光公式给混淆它的精准 度 所以说测量曝光区域 标准曝光测量区域 你看 这边有讲说 左图中的灰色区域 是获得标准曝光亮度的测量区域 是指这里哦 左图的灰色区域 这里中间 是获得标准曝光亮度测量区域 以及下面有个重点测光 左图中灰色区域 是获得标准曝光的亮度测量区域 请问 什么叫做标准曝光测量区域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讲白话 如果你今天懂测光 你没有听错 如果你今天懂测光 我觉得什么叫做标准曝光亮度测量区域 这句话你一看就会懂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这篇是第三回嘛 这是为什么我在第一回时我就有说了 懂测光跟懂测光公式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你要很熟悉测光公式的了解 你必须先懂测光 可是你只懂测光 你不见得能懂测光公式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两件事情 是有先后 你必须先懂测光 才能懂这里面讲的 标准曝光的亮度测量区域 这几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说一般摄影中 传统观念我讲说 18%反射光的区域 是这个意思 可是呢 我们今天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 什么是测光 也不见得有时间去学习 什么叫18%反射 18%灰反射区域 但是我们用个简单的比喻就是 这个标准的亮度测量区域 是一张照片 既不会太亮 也不会太暗 就是标准亮度测量区域 但是这样子讲有点矛盾 有点模糊 所以说我们一样来看 如果整张照片没有太阳在我们的照片里面 基本上整张照片都可以算是标准曝光测量区域 像这一张跟这一张 只要是太阳不在照片里面 都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测量区域 所以说这两张照片 你用全恩式测光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像这个也是 拍风景照的时候基本上光线很重要 但是要小心 只要是说太阳在照片里面就是逆光 逆光就不会是个标准曝光测量区域 这个例子呢 其实它算是个测顺光 还是一样 没有太阳在里面 你用全恩式测光都没有问题 尴尬了 当一张照片出现强烈的光源 看一颗太阳就在这地方 最明显就太阳就是 照片里面 整个城堡就是一个主体 是背着光线的角度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把整张照片 视为标准的测量区域 正确做法是 选择正确的测量区域 所以选择标准的测量区域 进行测量 这就是标准的做法 换句话说 全恩式测光 我们就要学习不同测量区域的差别 全恩式测光是对整张照片进行测量嘛 请看说明书都写在下面的 对不对 但是呢面对没有太阳在里面场合 全恩式测光 ok fine 很好好棒棒 可是面对到里面中有一个太阳在里面 你就不可以用全恩式测光 对整个照片进行测量 因为太阳是不应该被测量的区域 要记得太阳是不应该被测量的区域 这个时候呢这个例子 你用全恩式测光测出来的建议值 就会是错误的 所以说该怎么办呢 我们用重点测光就好 重点测光说明书里面讲在下面了 他说此模式 适用对拍摄主体或这个场合的特定部分进行测量 这个特定部分是指哪里呢 这边有讲了 灰色区域是获得标准曝光亮度的区域 就是这个地方 ok 那以这个照片来讲 特定区域就直接对城堡城墙上面做测量 这个东西有点掉有点 这是有点是语文的说话的顺序的问题 不是说话的组合的问题 就是说这张照片 我们知道不能对整张照片进行测量嘛 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排除逆光的太阳 我们要排除这边的太阳就可以了 把这地方排除掉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相机 只测城堡或是没有太阳的地面或是城堡的墙面上 我们没有办法告诉相机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操作相机说 我们能不能只测量部分区域 反过来说嘛 我们想要撇开太阳 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是 我们只对部分做测量 然后这个部分测量 就是标准曝光测量区域 也就是说明书讲的 呃 那个所谓的这个地方讲的标准曝光亮度进行 标准曝光的亮度区域 喔有点咬门绝置 标准曝光亮度区域做测量就好 所以说 选择不要测太阳的方法就是不要整个画面进行测光 我们就要反过来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局部测光就可以了 没有错 所以城墙做测光 然后重点测光是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正确曝光测量区域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你再参考测光表 让测光表直到0 就会是得到不错的结果 所以说选择不同的测光公式 只是代表告诉相机不同的测量的区域 只要测量的区域正确 也就是书没书里面讲的 正确曝光亮度的区域 得到的结果就会让你满意 所以你看这个图 同样的场景 你用全恒式测光 在这场景就是一个不正 不正确的测量测光公式 因为有一颗太阳在那里 要避开测量太阳的方法很简单 反过来说 无焦测量正确的地方 也就是城墙墙面上 就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测光结果 所以说再把测光表给拿进来看 你看全恒式测光 是不是测量到太阳 即便是你的那个指针归零 也没有用 因为选择了不正确的测光公式 面对这个场合得出来的建议值 就不是好的建议值 可是呢 如果你选择正确的测光公式 对同一个场合下 同样的指针归零 就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所以说测光公式的目的 是基于相机面对的场景 做测光计算 测光计算后的结果值 如果能将指针归零 代表该测光公式建议值 这句话一直都没有矛盾 也没有错 只是前面要再加几个字 是正确测光公式的目的 加正确两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选择测光公式 即便是指针在零 建议值不再适用 所以同样一开始这个例子 这边有个太阳对不对 有个太阳就不应该去测量 选择了错误的测光公式 进行测量 即便指针归零 得到建议值都会是错的 一开始错了 后面都是错了 选择正确的测光公式 这个以这例子 我们点测光对人 局部测量就好 就能够避开逆光的太阳 得到的测光表 只针在零 得到建议值就会是正确 所以说前篇 我们有谈那个问题了 虽然很多情况下 归零好像都还不错 通常得到不错的结果 可是还是会有例外 那是因为 你没有根据场景 选择正确的测光公式 那一旦你选择错的 自然得到建议值就会是错的 所以说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 也了解 只要是测光表归零 只不过是相机 透过相机测光 计算出来建议值 其实有的时候 不用太在意 非得要标准 我们可以根据现场的状况 再根据测光表 逐步调整 所以这本篇文章 比较有点接近 是把前面两篇东西 一开始的 间接到测光公式告诉你 第二篇再告诉你 为什么测光值归零是好事 但是前一篇文章 也讲究不见得是好事 这篇文章 有点是把前两篇 给做个一个总结 那我相信到这 到第三篇为止 你应该稍微了解测光公式 在做什么 那接下来下一篇 我们再继续在往下 还有其他东西 再跟您介绍 本篇文章导读到 好 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